红闪闪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 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非常的火 相信很多人有都听过 现在下着椅我们来这座大厂里面寻找红菇了 歌曲里面说的 这种蘑菇其实是有毒的那种蘑菇 我们今天来寻找的这种蘑菇是正宗的红菇 这种红菇是可以吃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等下去找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能够收获多少这种红菇 而且这种红菇晒干之后 在我们这边都能卖到1000块钱 因为它都是长在这种大山里面 都是野生的没有人家种植啊 老乡在前面他说已经发现有一朵了 过来看一下 哇太漂亮了这两朵 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找的最漂亮的 这个这朵啊 看到掀盖这个叶子 哇 鲜红色的 它的龙毛呢就完全展现出来了 还是在这个石头边上的 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 正宗的红菇 看一下啊 它的上面是红颜色的 下面的话 它的杆 是有一点点白白的 非常漂亮 赶紧拔到来 好 薄鲜 如果您有没有 下一个 有红菇 円 做 1分钟 好 现在雨越下越大 实在没办法 我们就不打算在这边捡红菇了 看下我们今天捡的红菇 超级的漂亮 这里也有半楼 因为这种红菇非常容易烂掉 说说我们都要用这个草把它隔开来 这样子它都不会碎掉 而且这种红菇在拔的时候 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要不能的话 它就很容易拔不到这个根 要带到根部来 卖的就更好一点 像这种红菇 你们有没有见过呢 这里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